快离开童话王国 快离开童话王国 快离开快离开 小卫大宝黑亚木娃 你们为什么欺负小猫 是他先欺负我们的 喵 小猫这么温柔 怎么可能欺负你们 哼 怎么不可能 我要一个冰淇淋 给你 喵 我的冰淇淋 小猫你太过分了 太好了 作业终于写完了 我的作业 这该怎么办 妈妈真好玩 喵 小猫快走开 我的腿好疼 现在你相信了吧 小猫这么温柔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什么 你居然还不相信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黑暗之力 喵 我的脸 小雪 这只小猫引致上人 必须离开童话王国 爸爸 不是这样的 小猫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能有什么原因 狗猫叔叔 快把小猫赶走吧 等一下 还是听听小猫怎么说吧 精灵之力 喵 我竟然能说话了 小猫 你为什么要欺负小辈大宝黑暗魔王 是因为小雪 我之前看见 这是我妈妈做的草莓蛋糕 看起来好好吃呀 小猫你怎么把蛋糕吃完了 有什么关系 让你妈妈再做一个不就好了 小猫怎么能这样 我换 我换 大宝 百分 小雪 你居然没写东西 给我叫家长 大宝 你怎么能偷换作业呢 这要是不对的 哎呀 我们是朋友嘛 你把我一次怎么了 黑暗之力 我怎么变成青蛙了 嘿嘿 这是我新学的魔法 黑暗魔王 快把我变回来 这个我还没学 小雪 你先忍忍 明天就能变回来了 黑暗魔王 你回来 大雪一直照顾我 给我送吃的 可是他们先欺负他 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小猫 谢谢你 小北大宝 黑暗魔王 是这样吗 对不起 我们错了 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嗯 这样才对嘛 小雪 你可以带小猫回家了 耶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爱护自己的朋友 和小动物哦 我们下次再见